我们这一节继续渗入完整的案例 强化对E3D的综合的学习 我们在整体的效果中会用到多个群组的动画 再加上发光的效果 同时也会结合摄像机 包括一些景深还有一些元素的控制 首先这边我还是新建一个合成 这边我就采用1080P这样的一个预设 帧数率23.976 时间任意的设置一下 那么在新的合成中去新建一个纯色 这个是我们的E3D图层 然后同时保持一致的大小确定 那我们在效果中最佳下E3D 那这些电路板或者是这种模型脚本 是通过软件生成的 这边我已经提供给了大家 然后同时我也下载了一些logo 稍后我们把它加载到图形中进行使用 那这边我们就进入E3D 先做一下基础的图形 这边我先创建一个基础的立方体 那立方体的话我们将它的缩放值外拉长一点 长度的话具体设置多少 可以看一下这边的参数 那我们这边解锁一下 我可以外的地方先给它 或者这边我们不改它的缩放值 我们把它的大小的这个外给它加大一点 比如说加到5 同样可以拉长 那这样子我们给它加一个材质 材质的话选中模型的材质球 我们先把它的颜色改成黑色 然后这光泽度可以适当的调整 比如我用一个50%适当的减弱一点 那这边呢我们给它尝试加个光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环境的方式 黑暗的方式 或者这边呢我们用这个电影的方式 可以看到上边表面发光的这些边缘 那如果觉得高光不够 这边高光倍增给它加一点 那我们加大这个数值之后 你可以看到表面边缘的一些变化 这个亮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我们先确定一下 那这个是基本的形态 我们来先建一个摄像机 这边就采用一个35毫米默认确定一下 那我们用摄像机工具往后边移一点 倾斜一点大致先看到这样的图形 然后场景中如果不够亮的话 这边在渲染设置中 我们把刚才设置的这个灯光呢 也在这边启用一下 比如我们刚才呢喜欢电影的风格 这边也可以启用一下 这样你可以看到这个亮度 然后我们在群组一中展开一下它的数量 那通常这边我们习惯的去用图层网格 也就是3D网格的方式 这边默认是3乘3 那我们这边先拖动一下数量 比如你加到20 其实外的话不需要 我们只有一层 横向和纵向我们都给它加大一点 但是没有看到它的一个延伸 因为我们的大小还没有给它拉开 所以形状的缩放给它拉开 那这边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拉得很大 还没有看到中间分散的状态 那么粒子的大小呢有点高 这边缩小一点 那我们看到大致3的话可以满足目前的需求 我们先调到3 那就是这个状态 往中间放一下 上边缩放值的话 我们暂时先调一个60左右 基本上它和这个平面呢有一个贴合 这边我们看一下在视图大小中 刚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同时呢能看到一些边线 那么你如果想让它有这种凹凸的感觉 我们就需要呢给它做出这种造波 所以在粒子复制器效果中 我们可以用这个分散和造波去做 分散的Y可以实现这个效果 或者造波的Y也可以实现 那我们就用造波的Y来做一下 造波的话呢 它的这个水击感会更强一点 那我们可以给它一开始的时候 开个关键帧 这边时间轴加大一点 比如说你移动到2秒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造波可以给它加大 那么我们就会出现这样的效果 那我们可以先暂时设一个100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 很漂亮的整体的运动的动画 如果觉得这个阴影高光的强度不够 那我们在它的场景的渲染设置中 我们可以去把这个环境光吸收开启 那这个阴影会更多一点 如果强度不够再加大一点 强度加大之后可以看到非常的明显 这个时候阴影细节呢就会更多了 那我们需要呢把这个参数呢 给它整体复制过去 因为你需要呢做一个动画的演变 就需要呢有两个群组去做 那我们这边进入到E3D 第二个物体呢和第一个物体是一样的 那我们选中这个编组 这边呢都是一样的 选中这个编组 我们可以去右键复制一下 这个改成群组2 群组2出现之后参数呢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在群组1中 例子复制器的下边 我们用拷贝粘贴的方式拷贝一下 然后群组2中 拷贝粘贴的方式把参数全部粘贴过去 这样子群组1和2呢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我们需要呢做出动画的话 我们群组2的这个位置需要呢往下移动一点 或者说往上 注意观察这个变化 那我们这边需要它往下的话 就设置一个8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参数 那这样子群组1呢在上边 群组2我们看到在下边 然后我们就可以给它设置一个简单的动画 开启动画引擎启用一下 这边我们在演变这个动画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1和2之间的这个运动变化 这个平滑度可能有点高 我们先看一下20 20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方式 或者我们15 稍微再降低一点 那么演变的时候呢 可以把方向改成镜像 那么它就从中心到四周开始演变了 实现了我们想要的这种效果 那平滑度可以再降低一点 这个时候动画基本上是非常平滑的 没有太大的问题 然后我们需要呢去指定它的演变的数值 所以你一开始的时候动画呢是从0开始 我们的时间在移动之后 那我们这边就给它指定到100 完成这一段动画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中间演变的时候如果说有一些错乱 或者说方块没有对正的话 这边呢会有一个双重动画 这边呢就是对这些动画呢做一些修正 我们还是用统一的方式 你会看到块状呢有一些变化 它会更加的整齐 其他的三数我们不用做修改 这是一个初步的一个底座的一个动画 那我们开始呢再去加入一些另外的模型 完成它的这些中间的这些结构 那这边呢我们已经有了群组一和二 再隐藏一下 我们下一节呢导入一下CPU模型 做一下中间的CPU部分 表辑 最我们的版本 我们扩